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治疗颈椎病的药物主要有消炎阵痛类药物、营养神经类药物、活血化药等,其中,不同类型的药物,适用于不同类型的颈椎病患者,比如咽喉长期发炎导致的颈椎病,等能够通过消炎类药物治疗,阵痛类药物能够缓解颈部疼痛等颈椎病常见症状,但是,患者必须明白,药物对于某些颈椎病患者来说,几乎没有作用。 比如,脊髓型颈椎病患者服用药物不仅不能治疗疾病,反而可能给患者治疗上的错觉,导致拖延治疗,症状加重。 可能有的人在看到这里的时候,就认为颈椎病能够通过吃药治好。不,颈椎病的药物治疗多数治疗不治本,甚至治疗效果有限。 看到这里,可能有人又会觉得,总算说实话了吧,你们外科医生不就是想要我们手术吗? 我偏不。对此,必须强调两个点。 一,手术只是外科医生治疗疾病的最常见最有效的方式,但不是唯一的方式。 二,如果颈椎病患者能够在早期就医,绝大多数是不需要手术的。 关于颈椎病能吃药治疗吗?这个问题,总得来说我的回答是,药物治疗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,多数患者能够通过保守治疗缓解症状,但是也有患者非手术治疗不能缓解。 脊髓型,特别是造成脊髓或神经压迫之后较少见,非手术治疗不能缓解。 总之,吃药或者说药物治疗,是很多疾病诊断,明确后治疗的第一选择,但是,药物治疗真的不是适合所有的疾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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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